歡迎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林聰賢 主委好 歡迎 歡迎 主委好 真心請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現身 東森購物直播節目現場 東森集團總裁王玲玲一路陪同 為總統御用國燕水果 來自花蓮鳳林的大西瓜掛褲卷 一起力挺在地小農 東森這麼長期以來在虛擬購物 尤其是電視購物等於是宅在家裡 用遙控器就可以來買農產品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為了要促銷國產的農產品 希望號召所有的國人鄉親 能夠支持台灣的農業 我想能夠透過東森的購物平台 我們能夠在即時來幫忙農民 來做相關的促銷 增加他們的收益 今年3月出現桶乾生產過剩問題 東森購物即時伸出援手 主動與新竹縣鵝梅香合作 成功賣出36萬顆桶乾 販售金額全數回饋給農民 東森農場持續幫助小農 分別推出三檔外銷等級的季節水果 包括仿山香的愛文芒果 高雄大樹香的玉和包 以及花蓮鳳梨大西瓜 主打產地直送 讓會員們搶先享用在地好滋味 現在極端氣候 端午節還沒過 可是我們現在氣溫都已經破了37 38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熱帶水果 瓜果 包括荔枝鳳梨 通通同時盛產 東森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我們要輔導農民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把幾個機制 也要跟這個購物的頻道 一起把它搭配起來 前端的這種生產的安全管理 後端的這種彩後處理的 包括能量加物流 然後到貨品質 秉持著回饋社會的初心 東森集團長期投入公益 從幫助部落孩子為起點 擴大到需要幫助的偏鄉弱勢學生 到現在東森購物 推出的東森農場系列 要幫助全台灣各地小農來銷售 我們一直在想 怎麼讓給消費者更好的服務 所以我們就在想 農民跟消費者 怎麼做直接的結合 所以我們講去中間化嘛 所以我們就找了在地的農民 那把第一手的資訊 提供給我們消費者 那也省去了中間剝削的價格 那所以這樣子 消費者可以買到產地 可以直送到他們家的 包括這一次總統級的大西瓜 它應該是全台灣 唯一一個有履歷證明的 所以我想這個東森農場的部分 那持續關懷農民 跟關注我們消費者的需求 還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未來東森集團 持續致力將台灣好的農產品 透過農委會及東森嚴選把關 為台灣小農盡一份心力 記者連輝槍國輝採訪報導 謝謝來採訪